大家好,我是Jacky 今天要教你們手頭很緊的英文怎麼講 講到手頭很緊 可能有一些人會想到一個英文片語叫做 My hands are tied My hands are tied 那其實這個英文片語呢 跟中文手頭很緊 是完全沒有相關聯的 那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我無能為力 因為tied 你手都被綁起來嘛 所以意思就是我無能為力 假如說你朋友請你幫一個忙 但是你真的無能為力的時候 你就可以講說 Sorry, I would really love to help But my hands are tied tied My hands are tied What the heck But my hands are tied 我真的很想幫忙 但是我無能為力 那在離心了之後呢 我們馬上進入第一個英文片語叫做 strap for cash strap for cash 手頭很緊 strap for的意思其實就是缺少 那strap本身的意思就是 像集菜的這種背帶啊 書包的那種背帶都叫strap 那假如說你現在是一個學生 那你需要買一台筆電 但是比較沒有那麼多錢 手頭很緊的時候 店員可能跟你講說 If you're strapped for cash This budget laptop would be a better option 如果你手頭很緊的話 這個筆電會比較便宜 那我剛剛講到這個 budget laptop budget就是經濟實惠 比較便宜的意思 在我們講tied on money tied on money 手頭很緊 tied就是緊的意思嘛 假如說 你就是那種人 就是在發薪前 就會把薪水都花光那種 你就可以跟你朋友說 I'm tight on money until I get paid 在發薪前 手頭都很緊 再來我們講到 short on cash short on cash 像你有時候朋友可能會問你說 要不要一起去看電影啊 要不要一起出去啊 但你手頭很緊 就是不太想出去玩 因為出去每次都要花錢 這時候你可以講說 Sorry I can't make it to the movie tonight I'm a bit short on cash 抱歉 我今天晚上可能沒辦法去看電影了 因為我手頭有點緊 最後我們講到 short of money short of money 那你可能覺得 剛剛不是有short on 然後現在又short of 兩個差別到底在哪裡呢 那其實on就是 比預期想像中的還要少的意思 那short of 其實就是缺少的意思 因為缺少的片語 其實就是short of 什麼什麼東西 那只是因為現在是錢 所以我們就short of money 手頭很緊 假如說你現在出去 可能沒有帶那麼多錢 或本身手頭比較緊的話 那你就可以說 Could you probably lend me a few bucks? I'm a bit short of money 我手頭有點緊 你可以借我幾塊錢嗎? 其實這些片語呢 本身都有缺少的意思 只是在後面加上這個 cash money這些名詞 而使他變成手頭很緊的這個片語 那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請按下按讚幫我按個讚 那如果想看更多 跟英文有關的影片呢 那就不要忘記訂閱 那我們下次再見 My name is Jackie Chan I'll catch you guys next time Peace